这就是地母庙 据芬兰姐说 是洪基施正荣的母亲捐出来给大家的 现在因为时间已经完了 这看起来是颜色 芬兰姐介绍一下吧 当导游一下 那我们就 我虽然已经写过 请走中门 中门是指哪里 这个是中门吗 请走中门 这是中门吗 行人请走中门 什么地方是中门 基本上我就是觉得 这个做环保的人都应该过来拜地门 为什么 他就是讲那个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地 我自己是因为做性别理解的东西 所以我一听到是那个母的神 我就很感兴趣 公的神我不太兴趣 不感兴趣 因为大伯母的神都是 大伯母的神都是当奶妈 我现在录音啊 地母庙 谢谢地母庙 他是真正 真正你会觉得说 有一个 以女神为主体的一个庙 就当然就很感兴趣 他就真的就像那个 大地之母 那个含义 所以我对他是真的很感兴趣 那我有一次跑这个地方来 就读到他那个地母真经 哇 那个地母真经里面 又有讲啊 哇 他从头到尾讲起 所以他 他绝对不是哪一个 哪一个男神的附庸 或者是被那个什么 被哪一个官 封起来的一个 一个女神 他真的就是大地之女 地母真经是 每个人都可以去翻阅的吗 对对对 你等一下 等一下翻阅 你都知道了 嗯 他就讲说我们 一切都是从 从这个土地来的 没有这个土地的话 一切都不会存在 那可是我们利用了这个土地 可是都不会去感谢它 嗯 囚禁八卦持续之 不过当然这一些东西是 呃 是另外人家在盖庙的时候 附加的很多东西 我不认为说是 呃 这个病人要起先 就会有这个东西 那写宝福宫 嗯 嗯 然后它这里面是真的会带那个神蒙寺 嗯 嗯 神蒙大地 那它是写宝福宫呢 帝母庙又是怎么回事呢 嗯 它是写宝福宫啊 没有写帝母庙 宝福宫是这个地方叫宝福 哦是 帝母至尊 嗯 宝庙 宝庙 OK 进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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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帝母经写在这里 帝母经写在这里 等一下再看 从哪里看 从远远就能看 在台湾有好几个地名庙 这个大概是所有地名庙里面的总坛 好像在另外一个生产咖啡的地方叫什么 古坑 对 古坑那边也有一个 那个地方的地母庙 那个地母是真的是坐在地球上面 坐在地球上面 这是近代的建筑 对 古坑又是坐在地球上 那边还能够转称 对 古坑就能够解放 哪边也可以 这一天 有点 膝 郁君 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